大力水手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日本较早的潮流杂志 早期也用它的形象 你知道吗 1976年6月 木华良久创办了Po版 这个杂志的前身呢 是Made in USA 那么木华良久 首度见到卡通人物 大力水手Bobby的名字 以英文写出 他发现 这个词能拆成POP和EYE 这会是绝佳的杂志名称 分开的意思呢 就是眼睛紧盯着流行 那Po版的这个卡通人物 50年代末的时候呢 曾经广受日本的年轻人喜爱 这个水手唤起了木华良久 那一代的童年回忆 你的童年回忆是什么呢 Po版对日本人的健身爱好 有一定的影响 你知道吗 那当时这本杂志的主编 木华良久说 日本正处于漂流状态 他希望向年轻人 引入一种更具健康意识的生活方式 编辑们就提出 运动将会是日本未来的支柱 他们认为 运动对个人健康 和现代人的生存会非常重要 在运动的同时享受乐趣 当然 每个人只有长期的保持阅读和锻炼 才是你个人最不会亏本的投资 你觉得呢 对于滑板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较早在日本得到推广是因为一本杂志 你知道吗 Po版的编辑呢 在创刊号中特别关注入门门槛很低的滑板运动 那么企图呢 让年轻读者通过运动产生兴趣 在当年 滑板运动不但对日本来说很新鲜 那即使以美国标准来看这项运动 也是刚刚才兴起 那Po版在第一期报道 用了两页的篇幅 展示了几十种不同的滑板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46岁的总编 慕华良久 亲自参与滑板运动去推广 如今全日本滑板协会 已任Po版创刊 是当地滑板运动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 请不吝点赞订阅